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圆圆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以前我们常说三高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飞速提升 第四高也悄然出现 那就是高尿酸 如果你对高尿酸还不太熟悉 那么痛风你肯定听说过 体内尿酸久居高位 就很容易导致痛风的来袭 那我们体内的尿酸是怎么升高的呢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体内的尿酸水平 是能保持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下 但生活中的四种常见的事 却非常容易打破这个平衡 导致尿酸在我们体内堆积 不仅容易导致痛风来访 还会损伤肾脏健康 所以要趁早规避这四种诱因 1.爱饮酒 男性患有高尿酸的比例 会比女性高出好几倍 这和男性爱喝酒脱不开关系 喝酒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尿酸升高 但会影响尿酸的排泄 体内尿酸长期排不出去 高尿酸自然就会不倾自来 2.爱吃海鲜 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 无论山寨何处都能吃到 营养丰富 自味鲜美的海产品 但大部分的海鲜都属于高飘零食物 而飘零在体内代谢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 所以经常吃贝类虾螃蟹等海鲜 很容易导致体内尿酸升高 3.长期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是当代年轻人的通病 有空就玩手机 累了就往那一躺 长期下来 体内摄入的食物无法正常代谢 尿酸堆积排不出 尿酸自然容易升高 4.浓汤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部分人开始注重养生 各种浓汤更是很多人进步的首选 长期的熬制各种各样的食材 看起来是大补 但也是生尿酸的元凶 因为飘零能溶于水 长期的熬煮 汤中会有大量的飘零物质 经常喝这样的汤 不仅会使尿酸升高 对身体其他部位也会产生不小的负担 日常想要降尿酸 可以准备菊 枝子 百合 桑叶 葛根 玉米须等 要是同源的食材 这也是中医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酱酸小妙方 其中菊菊可改善尿酸水平 对缓解痛风有显著作用 枝子能溶解尿酸结晶 从而降低尿酸浓度 再搭配基于几种食材 将它们按比例制成茶饮 开水冲泡 每天喝上一至两杯 可以利尿消肿增加尿酸的排出量 加快体内尿酸的代谢循环 既降尿酸又能保护肾脏健康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